南投国中篮球场因地基流失 导致部分区域下陷 加上排水不良 发生积水情况 影响师生以及社区居民在使用上的安全 为了改善教育环境 在立委许淑华的邀集下 现议员张家哲也与相关单位到场会刊 协助改善问题 我们非常感谢许立委这边 能够会同国教组跟体育署 还有我们教育处的长官来关心 我们学校的一个运动场的一个 篮球场的一个场地 那在整个这个设施一直都是 社区民众还有我们学生使用的一个空间 那常常在事工所这边也办理了 很多三对三的一个活动 所以说这个场地的安全性 是大家迫切需求的 那我们也希望这一次的一个联统的会刊 能够让整个这一个场地能够修缮完成 那未来当中能够提供给 让孩子这边能够有一个安全的一个 使用的一个环境 在会刊过后 教育部体育署专门委员周国斤指出 南投国中篮球场回损严重 确实需要改善 将先厘清水保问题后 再做后续规划整修 那这个场地当然是在 目前在看确实是有一些损坏 也需要来做改善 但是因为它涉及到的 其他的这种水保的问题 那等到这边厘清之后 那上面应该改善的部分 那体育署当然责无旁贷 应该要来学校 学助学校把这个场地改善好 让我们的学生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 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然后再次感谢我们 许立伟长期以来对体育运动的发展的重视 在这边代表体育署 特别感谢我们许立伟 在会康过后 县议员张家哲指出 南投国中篮球场已经塌陷多年 而许多喜爱运动的人士 都会前来运动打球 严重影响到使用安全 并希望日后厘清好问题后 能够进出规划工程 能有更好的运动场所 今天感谢许立伟 协同教育部的国教署跟体育署 来到我们南投市的南投国中 针对我们南投国中里面的球场的部分 这个因为球场塌陷已经有多年 因为南投市的球场 对于我们南投市的 不管是青少年学生 或者是成人们 一个很重要的篮球运动的场所 所以也需要这个中央跟地方 一起来协助完成这样子的一个工程 那也希望在未来的时间内 可以希望尽快完成 让我们南投市有更多 可以有这个运动的一个场所 对于南投国中的篮球场 不仅是师生和社区居民 主要的运动场地 许多大型比赛也在这边举办 也期望在会康过后 能尽数理清水把问题后 规划工程协助改善 记者邱平俊南投采访报导 再到未来的地方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